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吧 人齐了就不伺候其他人了 就挤着各位了 我来介绍一下 刘十九 为什么呀 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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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家里十九个孩子呀 没没没 就是蛮喜欢一首诗的 叫《赠刘十九》 白俊宜的一首诗 对 所以说就用这个作品 就想成为那个人 可以这么理解吧 白俊宜是写给你的 现在是拉面说的两个唱诗人 然后张晓斌是现北京中和国安的球员 你不补充点什么 已经从俄罗斯回了一段时间的佳琪 你好 其实有现在虽然是创业了 但是之前是做品牌的商务 对 创业之后 还是自己做一个消费品品牌 所以说牌子也是自己管 就觉得反正给别人销售也是火 还不如我卖自己东西呢 也得更火了 对 对 对 就赚自己的钱 把钱赚到自己兜里都完了 我觉得是一个面食控宫 面食控宫 我是最喜欢吃面食的 我是最爱吃拉面的 不管在哪吃 那时候我都会记录下来 就是每一碗拉面我都会记录下来 凑够九宫阁发一次 但是这两天再也没发过 因为控制饮食 我那天去澄清的时候 基本上每天中午一碗小面 那就是标配 北京人也是炸椒面 麻椒面 对 扣椒面 来 欢迎收看面食托口秀 那像广告就是这样 就是一堆人在说吃面好吃的时候 就一定会有人复合进来 其实刚刚大家聊的这个事呢 就是基本上触及到了 就是其实这个时代做营销最关键的一个点 原来我们做这个央视广告啊 或电视广告这个模式 其实已经没有那么有效了嘛 要让人家能够口口相传 能够真的说口碑上来讲 大家都说参赞这个东西好 这个其实是这个时代 做营销最关键的 我觉得现在相对来讲 比以前可能 比如你想推一个产品啊 做营销要容易的很多 尤其现在有很多这个自媒体啊 或者网络平台上这种 方式多嘛 对 它的渠道会更多一点 它注意力也会分散啊 对啊 就是有的时候 比如说看一个微信的软文 你就知道它一定后面是个广告 最后背后的东西就是说 整个的话语 全部是中国还是国外 就是话语权的一个转移 原来的话呢 就是大家都必须要看电视 我放在那里留广告 哪怕我这个脑袋经的那样去洗脑 对吧 那你还是会买的 我们家电视可能都好几个月没开过了 那你看现在放的那堆广告了吗 就每次看就那些什么 我特别烦了 找工作找老板 那个是我最烦的 对对对 暴走折变 其实一般我们做节目 像这种东西 它就会给你很深的印象 对 这个就回到咱们今天的话题 我现在没办法强迫你 但是世界杯 大家都愿意去看世界杯 这个时候我又有一个窗口 能够让你一定要看我的广告了 所以说世界杯的赞助这么贵 它的这个所谓的宣传点 会更密集一点 对 效果就会好很多 但是我说真的 就是从一个观众的体验来说 是 真的产生了杂电视的冲动 找了一堆一看就找不到工作的人 然后强行的介入足球 然后用非常刺耳的方式 但是硬蹭热度 就是你看完之后 会让人觉得心里特别难受 有年是春晚还是什么 我忘了 也有一个广告 是那个横圆祥拍的吧 就是 羊羊羊 羊羊羊 这传众广告什么都没有 15秒的广告 横圆祥 放三遍吧 横圆祥 放三遍 还是五遍 就一直这样 这个聊到一个很好玩的点 就是今年的像马蜂窝呀 知乎啊 到BOSS食品的 它其实都是 就甚至其实是一个理念的 营销机构做的 就是 哦 应该是 你看都是一个 一个套路 一个套路嘛 就问你 为什么要旅游前什么要那个上那个蜂窝梅 不是 蜂窝梅 叫什么呢 哪个蜂窝 对 这个在营销里面的套路叫老三价 他们就是原来发明出来的广告人 就是 一个代言人 一个一句广告语 再加上央视嘛 原来是 现在就是加上世界杯 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知乎 找小鲜肉那个明星做代言 加上一句话 对 知乎是刘浩然做的 对 然后基本上就是这个套路 就这个 你不至于到这样吧 还好 就是我这不是给大家演一下 就是 演一下 这种就是吸引我这种女粉丝的 就一定要看 再反这广告语看下去 对 它一句广告语 有问题上知乎 然后疯狂的跟你说 疯狂的重复 然后在你必须要看的地方 就是世界杯的 比如说间接间歇之类的 疯狂给你重复 就有一种被强迫的感觉 所以说业内其实是有争论的 其实很多人不喜欢这样子 就新一代的这种广告人呢 就是不是很喜欢 就是那个 就是原来广告的 电视广告的那个时代的 这些广告人做的事情 大家会觉得说 我应该用更友好的方式 我觉得可能就是 它完全就是一个 要一个完全一个效果 就是没有任何的内容在里边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挺 急功近利的一种 但你看它解决了几件事 第一 它能变成话题 变成话题的前提是什么 能记住它 这太妖命了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马蜂窝 这个就是平台APP 那它可能原来的这个 月的活跃用户 也就在可能七八千万的样子 但是你看 如果我没记错统计的话 这一届世界杯 可能会有中国 就有接近十亿个人会看 你想想 它如果说原来只是个 可能七八千万的人 对它来讲 就是十倍的 潜在用户的一个增长 对不对 那这些人都会去 下它这个APP吗 可能不会 但比如说十分之一的人 我就涨了一倍了 所以说对它来讲 是非常非常合算 一个企业要是涨一倍 这是非常非常难的 前几年我特别特别喜欢的 一个美剧叫 Matman 就属于美国刚刚战争完 黄金时代的那个 那个美国 然后讲广告业的 然后里边有一个男主角 我最喜欢 它是一个就等于是 这个广告公司的一个 算是什么 算是一个核心 然后它每次讲 想出来一条新的一个 理念一个想法 我觉得那个真是特别吸引人 就是广告狂人整个 你看它剧呀 就是它其实是有很多转折点的 就是抽很多烟 对吧 然后最后终于想出来一句 很牛的广告语 说服了广告主 让他去投广告 对吧 就美国有一个 很有名的一个营销的大师 他叫Face Golding 然后这个人 他其实整个评价 整个广告狂人 这个系列 所有的广告公司 都在做一件事情 他不是说去创造 更有创意的广告 而是在说服广告主 多投广告 对不对 就我有一个好的理由 让你去投广告的 对吧 你投广告自然有效果 是因为电视媒体的时代 你只要投广告 就一定有效果 这就是这个时代 非常不一样的 记得当时就是 因为整个 他说了一句 最后什么特别经典的一句话 就是他要去香烟做广告 然后他们就想了一句 反正就是到最后 我想了一句台词是什么来着 我忘记了 有问题上知乎 你看 你看你马上就能抢到来吗 你看 实际上如果是正常情况下 原来的理念 我可能会借助百度 百 但是因为刚才聊到这个话题了 我可能下一次反映出来的 就是这个事 我就从了一个潜在的用户 变成了一个用户 对 你看他们的广告语 其实是有套路的 那知乎的广告语 是这个就是有问题上知乎 然后马蜂窝广告语是说 旅游前上马蜂窝 对吧 包括Boss直聘说 那个找工作找上Boss直聘 这个其实点就是说 你一定要把消费者 或者用户的这个需求 就是产生需求的场景 和你这个品牌 做直接的链接 品牌最终来讲 其实是消费者心志中的一个游戏 我要嵌入到你的心志里面 对吧 那嵌入了你心志里面 我不想说你今天有问题 你说 我上哪些互联网的平台 好呢 我不希望你是这样的思考路径 因为这样的话会有很多的流失 我希望你今天想到有问题 就马上上知乎 所以说它其实是建立了你的问题 你的需求 到品牌的直接最短的线路 直达你的心志 你看我前两天 我看到这么一条广告 这个椰树 椰枝的那个 它弄了一个广告牌 三个尚为很傲人的女性 就只是拥有照片而已 有一句话词 我们都是从小喝到大的 哈哈哈哈 本来这个品牌印象是不错的 我忽然觉得low了 不过一说八言之 它整个的营销还是很有特点的 营销里面有一个小的理论 就是叫紫牛 就是你在草原上都是什么白色的牛 黑色的牛 这是紫色的牛 而是紫色的牛 那你就会非常的显眼 对吧 大家一下子就记住了 椰树牌椰枝 它的这个套路就有点像 那所有人的包装都是很精美的 它的包装就是一个像PP做出来的 对吧 就是贴在那里 就是不添加香精 对吧 说多少年坚持之类的 但是你这么着就感觉有一种朴实 小的时候就这样 长大之后喝了还这样 感觉它一直没有变过 感觉还是那么好喝 然后就会一直买它 就跟对那个年代的判断 就直接勾脸上 那年代就是大家有什么 就是说什么 对吧 就是 菜市场的状态 你说像前两天有朋友正好问 说那个说看今年世界杯 中国的赞助商特别多 Vivo 猛牛 海信 还有 万达 万达 对对对 很多 就这种赞助 它的最后的体现价值是哪 就是刚刚咱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说我现在没办法让大家 就是非常多的人 去一定看我的广告的 世界杯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赛事 然后大家都会看 那这个对广告主来讲 一定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区调之一了 那不同的品牌在投世界杯的时候 它的诉求可能不大一样嘛 但一般来讲就是说品牌的曝光是最重要的 因为世界杯这个场景下呢 品牌曝光里面很大一个元素其实是国际化 因为中国人看球的人可能我随便讲只能接近十个亿对吧 全球看球的人可能有三四十个亿对吧 所以国际化在这个中间其实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再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本来我的产品也好或者说我的品类也好 就和世界杯有很大的联系 比如说像啤酒啊对吧 对对 做服装的对吧 不管是耐克阿迪对吧 那这个都是很典型的场景 就它都有不同不同的品类就诉求就不一样这一点上 在俄罗斯的时候在红场录东西 忽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人过去 是公交车上的迪丽热巴 就是猛牛的广告嘛 很多你在俄罗斯随处的东西还有万达的广告 这铺得很广的 今年咱们世界杯就是中国的品牌在世界杯的赞助 大概是投了可能有八九八到九个亿美元吧 整个世界杯的整个全部的赞助商 中国是占了四成的就广告费力 白安聪说的那话叫什么来着 就除了这个足球队 其他的中国都去了 你看中国足球也是这样 中国足球作为一个词被广告化了 他到现在啊 中国足球这四个字没有人会冷静的分析 当你提出来的时候 他就跟很多不好的东西联合在一起 现在好像感觉像是说在社交媒体上吐槽 中国足球是一种政治正确一样的 对吧 这个就很不好 我完全觉得 特别简单的例子 我前两天发一微博 我说这个你看得见C罗和你没看见的C罗 就是有一个他在训练场上 别人在做否称 他是机场否称 就是他要给自己加量 的确有网友评论 这就是他成功的原因 你再看看中国足球 硬尬要干什么中国足球 在C罗努力的时候 中国的球员在干什么干什么 嗯 但他已经形成了一种固化的 对 就包括前一段时间一直说这个冰岛 整个一个国家30万人 然后有多少男人多少女人残疾人 最后就那么二十几个二三十个人 然后人就来参加视野杯了 你不胡说八道吗 都说冰岛所有人全是业余的 什么浙纳的俩职业什么 全伙伴人全是职业球员 很正常有多少人都在 比如在冰岛 有人在欧洲其他的级别联赛提出 都是职业球员哪有 如果这么讲 也是不可能 这故事没有话题 在冰岛后来做的各种各样的数据 各种各样的职业序列的俱乐部 七十一家 中国是中超十六家 中甲十六家 中以下那是多少 二十四个 是吧 南北各十二 各十四 没了 所以我觉得 你如果在不知道事实 这个真实的情况下 你就不要发表个人的意见 我觉得 你在不知道事实的情况下 你发表的任何意见 都是对你本身自己的 一个不负责任 可能是控制不住的 理论 这些都是理论 你看我从来 我就不发表任何的评论 除非我觉得它是真实性的 比如我觉得孙雷工的能力差一点 但是我觉得他是很努力 人家很努力 对不对 能起码是奔着 这个好的方向去发展 这是还是比较客观的 现在没这么证明实际 但我已经开始想黑你了 碎片时间 拉开人生差距 一起进入腾讯新闻 事实派快问快答 家琪 请翻开你的杯垫 快问快答 问这个十九老师 一 会不会经常看到品牌的营销活动时 内心会想又来这套 会 过去的这两年里面 很多的互联网公司 就是特别是初创的互联网公司 拿到了投资之后 在这个地铁上刷的广告 很明显就是没想清楚就投广告 看了你的广告 我甚至都不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产品 就是它的广告效果没有达到他所投资这个钱的预期 对对对 完全是不相同的 其实你真的是找了几千 你等于是白花了吧 这个钱 对对对 第二题啊 您在职业生涯中有哪一次记忆犹新的骚操作吗 之前呢就是我在联合力华的时候 曾经管过一个品牌 叫灵氏 就是是做男士的沐浴录和香氛的 那我们有一年做了一个很好的这个活动 我觉得就是我们和那个X战警天启 做了一个合作 所有的产品的包装 都换成了像万磁王啊之类的 这个就是里面的人物 我们跟着这个电影一起做这个投放啊 然后包括这个利用整个电影 就做了非常多的这个好玩的事情 因为电影这个就回到一个点 就是这个时代做营销呢 就是消费者的或者说用户的注意力 开始关注到他们真正关心的 重大的娱乐世界 比如跟一个世界联系在一起 对所以说那电影本身就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 因为用户电影时刻都会有热点 时刻你都可以去跟他去绑定在一块 这个是什么 介意别人称呼你为营销狗吗 这个完全不介意 我觉得我现在既是营销狗又是创业狗 所以说 我可以给你一个特别完美的解释 因为我那天突然看了一个 就是狗这个英文是怎么拼 DUG 如果你把它反过来怎么拼 可以 就是你一定是先从狗开始 去创业去做你的事情 当你做通过自己努力做成了以后 就变成它反过来 好骚啊 来下一个问题 从营销的角度讲 世界杯是不是第一体育赛事 绝对的第一赛事 就是甚至对很多平台来讲 比奥运会更重要 奥运会是不是太分散了 就是各种各样的项目 它可能有某些项目还不错 有些项目呢就 首先它涉及这个运动 首先足球它就是世界第一运动 就是你看得懂的和看不懂的都可以看 所以它相对于奥运会 你像有很多它不懂啊 这个都无所谓嘛 大家做一块 可能产生话题就行了 对 朋友会对你的职业有种 你就是个打广告的这种物件吗 有有有 我爸妈就会有这种物件 就特别我自己父母这一辈的人 当然还是对于这个 现在咱们整个企业怎么去运转 没有那么的了解嘛 对吧 简单理解 打开后觉得说你就是个做广告的 对吧 你是做广告的 和你是自营销的 我觉得做广告的更高大上啊 听起来 对不对 或者那你觉得 你是做广告的 你是做营销的 和你是做品牌的 那个更高大上啊 我觉得做广告的更高大上啊 做品牌吧 应该是 我觉得做广告 做广告听的就是 是靠脑子跟我说的 其实是一件事 比如说你干嘛的 我是说求的 我是解说的 我是主持人 主持人听起来很高级吗 就起码让人就觉得 这是一个 正经人 比那个 但确实是 你比如前两天 有一位朋友说说 你现在做自媒体吧 我怎么觉得听着像骂人 因为现在自媒体这三个字 它的 人卡是第一 对 就觉得 虽然我倒不是说特别反感啊 我觉得好像跟我的自己对自己的定位有区别 还是会有不同的 每一个职业都会有一个官方的说法和一个大家和朋友聊天的时候自己介绍的时候的说法 所以就是要是好的广告好的营销真是得对了胃口 就是人家用户想要什么然后你能够给他 对对对 这个是最关键的 你我想起一件事 就是可口可乐 它不是官方的赞助商吗世界杯 对 前两届都有 就是在那个媒体中心里面 你去买饮料 他给你 他送你一个杯子 就是可口可乐定制的 当成比赛的 他上个有写着 比如说今天西班牙队智礼 就是它是纪念款的那个杯子 你喝完之后这杯子你就可以自己带走 就还真是我会带走一个 这东西就一直在家里了 它就变成家里的一件摆设 时刻提醒你 可口可乐 这logo 而且这logo在 可口可乐的logo在 其实说到这个就是在世界杯的营销 就是一般来讲 其实像阿迪达斯 像耐克 像可乐 这些品牌呢 都做得会很好 因为它的这个机制和一般的品牌 就是来插一脚这种的 其实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们整个的 有一个专门叫体育营销的团队 比如说阿迪达斯 他在这个 这个梅西十几岁的时候 就刚刚就是就已经签了他 就终身的合约 对吧 所以就体育营销的这个团队 会和球员 和他们赞助的这个球队 会有非常紧密的联系 这个尤其是体育营销这一块 我知道因为有很多的 这些大牌的球星的转会 这个体育它的赞助商品牌 会在当中参与到很多的 这个就是最后它的一个选择 比如说 他是一个阿迪的一个签约的球员 他可能转回到了球队 可能球一是阿迪可能就是他会有一定的这个倾向或选择 而且甚至在这个转和过程当中 他的个人的品牌赞助商还会去在从中有一些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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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和费的这些来往 所以说你看咱今年就就是确实有很多中国元素在今年的世界杯里面 但你说真的就是有那么大的效果会做的真的好吗 这个其实我们也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真的想长期看好这个赛道 想一直真的和 就是和世界杯绑在一起 或者和足球又产生更好的联系 这个其实还是需要专业的团队 就是之前年初的时候就那个跟猛牛那边聊过一回 就是他们签完梅西之后 然后同时又赞助了世界杯 然后不是现在正在做那个有一个青少的一个节目吗 也是 就是他有设计体育成绩 对 这些世界杯其实是有三个赞助 三个等级的赞助的 就是一般来讲就是 第一个等级就是全球的合作伙伴 今年是万达是全球的合作伙伴 包括可乐像阿迪 然后第二个等级呢 是就是核心的这个赞助商 像今年像猛牛啊 像vivo都是拿的核心赞助商 还有一个就是区域的赞助商 就只是说 就比如说像有一个牌子叫D牌的那个 就是男装这种 它其实只是授权你可以用 就是世界杯在 比如说在中国的logo 它其实一步一步是权益 越来越小 就是很细 然后比如说最上的 像你要成为全球合作伙伴 入门的门槛就是要1.2亿美元以上的赞助费 入场费 对 就是入场费 万达是当时是签了一个十几年的合约和国际足联 它的整个的权益包含了国际足联下面的所有的体育赛事 对 在任何时候在全球任何地方都可以用 所以万达应该是有益于这个体育产业的 然后像微博像猛牛他们就是 就说我想在这个期间对吧 然后有很多的录出 然后就这一届 那这样他就可以做第二个 第二个一般来讲入门门槛 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大概在六七千万美元以上 其实还有一些品牌 比如说我们去俄罗斯录的节目就是某品牌啤酒 它做广告的方式就是 我们这节目跟世界杯有关 那我们里面的这个参与人员 就要不停地在这个节目里面喝这个酒 什么牌子可以说是吗 嘉世博 包括嘉世博包括这个百威不是也去前方吗 百威是官方的 官方的吧 可能用嘉世博就开始各个节目 只要跟足球有关的 他都去赞助 我们就开始在莫斯科河边 大白天姑娘拿酒瓶子 在河边走 真的拍了很多 然后让他们去坐游船上 走走走走 看看天安喝一口酒 没给逮下来 他这想法也挺跳的 也挺很有意思的 尤其你说到世界杯的时候 像比如百威 他是官方的赞助商 这意味着嘉世博 同类的竞争对手 就只能是用 蹭热度这个词听起来不太好 但是他又用其他的方式 来介入世界杯这大话题 这个其实在业内是经常的事情 就是比如说经常也会出现什么 可乐赞助的这个活动 我们让白士可乐也想蹭一下 对吧 然后像是或者说阿迪赞助的 那Nike不可能不做事情 有时候做的好的时候 就是那个蹭的 可能比你官方赞助的还要好 有一家 我觉得我一定得说一下 蹭热度蹭的特别好 这家公司的产品叫做杜雷斯 他哪都蹭 他是什么时候都在蹭 但是他蹭的真好 他的广告语真是绝了 有一个德国跟墨西哥 德国输给墨西哥之后 他出的那个文案 我有很多非常处处的优势 你说他这里有多少信息 而且一定他会在这之前准备另外一版 一般来讲是说 就是这个都是会提前准备好很多个方案的 就大家看到的可能只是10%到20%我们的工作 后面其他的80%的工作可能大家都没出接 因为这个情况不出现 没有出现 比如举个例子 比如说12年的应该是奥运会吧 刘翔那个就是当时退赛嘛也是 对吧 当时的 我有一个朋友刚好是这个就是耐克的 对吧 他们就是至少准备了6个方案 就是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都想到 第一次退赛是08年嘛 对吧 其实退赛这个事情 大家是不大不大容易想到的 当时是没想到的 就准备了可能很多个方案 但就没有准备退赛 然后那个时候整个就是全国的人都报了 对吧 就是有些人就很不能理解嘛 为什么你要退赛 然后当时是连夜赶稿子 就是拉着所有广告公司 然后所有的媒体公司 把稿子赶出来之后 第二天的中国一二三线城市的 所有的有名的报纸的头条 都换成了耐克力挺流响 这个中间最关键就是 我在所有人都质疑他的时候 我站出来 给了大家一个不一样的声音 就是这个是 这个就是咱一开始讲到说 品牌也可以做的 不一定非常那么硬 对不对 之前恒大在这个 就是亚冠夺冠的时候 这个当时这个刚好 也是我身边的一个品牌 叫青阳 然后它就夺冠之后 你会看到在新浪体育 各个地方都会 就是一个青浪大大的logo说 这一刻让胜利冲昏头 就是他的广告语 然后就是青阳冠军表现 助力什么恒大之类的 就他其实是也是准备好 我准备了两个版本 我知道那个夺冠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特别开心 对吧 你看到品牌这个时候 站在这里 这个你的好感度 是非常不一样的 它有露出 然后最起码都让你 在上头停留一点的时间 而且你看你有记忆度嘛 对吧 然后因为那个时候 大家就是很 就很开心对吧 这个广告语 这个词又很对大家的心情 对 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 蒙牛不是签了梅西吗 签了梅西之后 不是得做广告吗 对 做了广告之后 不都是希望正面 效果好 那现在这个局面 已经是被玩坏了 这个事情本身来讲 对蒙牛的影响 也不会很大 就正面和负面影响都没有 我觉得这个世界杯 现在你记不记得 就是有一个那个汽车 那边叫什么什么V 那个WEY那个汽车 就是C罗做的广告 就是他现在这个感觉 我就感觉他这个广告 投的太直了 尤其是配上他代言的 这个人的表现 然后他又加了一句 刚一开始播的时候 没有这个从优秀到领秀 是没有的 他马上那天3比3 进完毛子戏法以后 加了一句 从优秀到领秀 然后直接这么一个转变 你看那会儿 所有这些网络媒体 全在说C罗 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一下热度起来了 对 所以说今年你说 你如果压没吸的话 确实就是你从这方面 你就没有什么加成了 但是蒙牛的话 应该有好处 你不管怎么样 别人好像 就是你的流传度会更多 讨论度会更多 对你这个品牌 它其实你要看露出 就是我看到那个网上的 很多的图 其实都和蒙牛没关系 它只是截了梅西的画面 梅西的画面里 没有任何蒙牛的信息 就我今天是个消费者 我看到这个画面 我也很乐呵对吧 我会知道这是蒙牛的 广告片里面的 对吧 这个就和蒙牛就没关系了 所以那天如果让他穿的 那个衣服上的有logo 那就有 这就没法加了 来不及了 这算什么算运气吗 这个世界杯还有一个品牌 就是可口可乐的运气也非常好 冰岛的守门员 刚好这个 对对 高尔多松 他刚好是他的这个 就是这个他的导演 对吧 在冰岛的 然后那个 我觉得应该是可口可乐 在让这个球员 他在下午的三点半 就六月十六号下午三点半 发了一条微博 说我这个很高兴 为这个可口可乐 在冰岛的这个广告片拍摄 做导演 之类的 他at了可口可乐 完了之后晚上 当天晚上 这个我没记错 是九点钟的球嘛 对吧 就铺出了梅西的这个球嘛 当天晚上大家就爆了 对吧 这个是幸运啊 是幸运了 真的是幸运 这是幸运 这是命啊 你得准备好了首先 然后也得有命 那现在自己做的东西 也是自己来做策划 自己来做宣传 对对对 就是餐厅级的这个 就是素食面 就是高端方便面 更好吃一点 因为现在方便面 已经二十年没变过了 然后我做的那个产品呢 就是可以做到说 它虽然是素食面 是方便面 但是呢 它的口感是和你在餐厅里面 每吃一碗拉面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试试吧 来呀来呀 这个又来到盒子吗 对这个是我们现在一共有六个口味吧 这个是其中一个口味 卖的最好的 看着还是确实挺有尝试买一下的预防啊 我觉得我比较有发现权 我先给大家尝尝吧 然后那个尝尝以后 到时候我告诉大家 好不吃饱 这个超市有卖吗 来给周小斌扣一颗份 在网上卖去 好吧老板 祝你这个餐厅级别的素食面大卖 谢谢谢谢 好吧 碎片时间 拉开人生差距 本节目由腾讯新闻 独家冠名播出 大家好 我是刘十九 我现在做的这个品牌叫拉面说 是一个专业做素食面的品牌 我们这款面呢 你只需要花三分钟就能够在家里面 做出来一碗非常好吃的面 是能够媲美在外面日式拉面馆里面的这个口感的 如果你对这款面感兴趣 欢迎去各大电商平台上搜索拉面说 如果说你对市场营销感兴趣 欢迎去知乎上来找我 Ricky 观众叫什么阿迪旗下的阿迪集团的 集团的人工 大家现在不光就球衣也卖 文化山也卖 阿迪跟足球狗 他在文化山上写的是足球狗 谁那么自虐买 我是足球狗 哈哈哈